哈囉,我們今天來到海恩的 烏貝達跟白A山 這裡在2003年被列為西班牙世界遺產 而在西班牙是全世界橄欖生產大國 又以海恩為主 所以到處都可以看到滿山滿谷的橄欖樹 來到這裡旅行,可以參觀古城的美 還可以嘗到美味的橄欖及橄欖油 我可以看到海恩在山寬地 这是吴北达最有名的建筑物 这可不是教堂 而是一间医院 已经将近500年的历史了 跟着我上去看看吧 也太美了吧 如果我是病人肯定都不想出院了 可以住在这么漂亮的医院 肯定都能要到病除 而且从窗户这边还可以看到 这个建筑物最特色的地方 就是那个瓷砖屋顶 是不是很漂亮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来到伍贝达另一个有名的建筑物Savato教堂 这里的话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墙壁及天花板全部是一笔一笔绘画而成的 仿佛整座教堂就是个大画不及一幅名画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来到橄榄博物馆 里面有介绍古时候橄榄油制造的方法 还有卖橄榄相关的保养品 以及上千种不同风味的橄榄油 都可以免费试试看哦 刚才在博物馆看到的橄榄油很多超市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来到凯恩必带的伴手里就是橄榄油 这瓶子也太漂亮了吧 哇 跟我的衣服好搭哦 感谢观看 這是巴薩薩大學 跟烏貝達的Santiago醫院很像 都有大面的玻璃窗 今天行程結束了 來到海恩必去的景點 就是烏貝達和巴薩薩 這兩個小城鎮 雖然巴薩薩沒有像烏貝達 有那麼多漂亮的建築物 但整個城鎮有很多漂亮的小路 彷彿就像是做小迷宮很有特色 所以我反而更喜歡巴薩薩喔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喔 掰 字幕高雅